女孩搅动玉米粥,粥里忽然出现一个淡穴的牙齿,她恶心地一把将碗打到地上,父母没看见碗里的异常,只是以为叛逆的女儿不喜欢喝玉米粥。半夜母亲听见家里有人哭泣,她寻声走过去,竟看见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站在门后。 吃饱了,小鸟! 女人吓得醒了,过来,牛头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床边,打开灯看见是女儿,她才松了一口气,女儿说听见她在大喊,所以过来看看,女人以为是自己做了噩梦。 她并不知道,是女儿招惹了恶魔,接下来家里会发生更多诡异的事情,女孩名叫小雪。 昨天晚上她和男友小黑到凶宅找刺激,传说只要有人敲两下凶宅的门,里面的恶魔就会被唤醒,而敲门的人会被恶魔带走。 这对脑戳的情侣上去都敲了两下,敲完没有任何事发生,两人都感觉唤醒恶魔只是传说而已,无聊的他们准备离开这里。 旁边男友小黑不见了,阿珍抬头在看窗户,刚才那里明显有个人,现在居然也不见了,她开始有点慌了,大声喊着让男友出来,但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忆。 两人玩闹着各自回了家,他们并不知道,刚才无聊的举动真的唤醒了恶魔。 半夜,似乎有什么东西来到了小黑身边,小黑一下被惊醒过来,他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。 小黑以为自己看花了一眼,他上去重新关注了柜门,此时外面传来两下敲门声,大半夜会是谁呢? 小黑趴在猫眼上往外看,外面的声控灯也亮了起来。 小黑吓得跑回卧室锁上了门,但卧室的灯怎么也打不开,此时旁边忽然传来脚步射,他扭头一看害怕地缩到了墙角。 旁边桌子上有个台灯,说不定台灯可以打开,小黑哆哆嗦嗦地上去打开了台灯,房间顺时亮了起来,再看墙角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,旁边电脑响了起来,高度紧张的小黑又被吓了一跳。 是小雪发来了视频通话,小黑松了一口气,点了下他的壁尺牌电脑,接通了小雪的视频,小雪为小黑怎么没睡觉,小黑刚想说刚才发生的怪事,小雪那边就传来两声敲门声,小雪站起来去开门,小黑自己坐在镜头前,身后卧室的门开了他都没有察觉。 接着,小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控制住,整个人腾空飘了起来,电脑也收到了干扰画面飞上卡顿,最后,小黑飘出卧室门消失在了黑暗中, 这时候小雪回来了,他开门没看见人,就以为是有人敲错了门,小雪本来想跟小黑吐槽下,看对面没人他喊了小黑两声,那便没人回应小雪才发现不对劲,小黑的卧室门开着,但门外看着居然变成了森林。 小黑就这么神秘失踪了,小雪怎么也联系不上,感觉不对劲的他去投奔母亲阿珍, 想在母亲那里躲两天,小雪性格比较叛逆总和母亲吵架,所以他早早地就从家里搬了出去,阿珍看他主动回来非常开心,他并不知道女儿在外面闯了祸。 半夜母女俩都睡下后,阿珍忽然听到卧室外传来哭声,他起床查看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,一个红发老太太用刀抹了脖子,阿珍被惊醒后小雪就在床边。 听完母亲说的噩梦,他给母亲说了凶宅的事,凶宅里自杀的那个老太太就是红头发,阿珍不相信这些东西,他安慰女儿不要乱想。 第二天,小雪跟着母亲工作,在旁边练习泥塑,阿珍是个泥塑艺术家。 两人边工作边回忆小雪儿时的去世,那些温馨的回忆修复了他们之间的亲情,同时也让小雪忘记了恐惧。 又到了晚上,小雪躺在沙发上睡着了,阿珍无意间看向窗外,居然发现自己的围巾搭在外面雕塑上,那围巾本来一直放在衣柜里,难道有人闯进来了吗? 他拿上一把刀准备出去看看,从房里出来他还不忘了锁门,毕竟小雪还在房子里,阿珍拿着刀警惕地朝雕塑走去, 刚走到雕塑跟前,院子里照明的大灯忽然黑了下来,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,此时房子里的小雪也忽然醒了过来,看房子里又黑又安静。 他骑身在房子里找母亲,外面阿珍想返回房子,走到门口却发现,刚明明反锁的房门,现在居然被打开了,他警惕地走到门口,想看看是不是有人进去了。 这边小雪找母亲来到了楼上,他刚上楼就听见身后又脚步声,回头看却看不见人,喊母亲的名字也没有回应, 而且周围还断断续续地传来哭声,小雪越来越害怕,他想躲到旁边一个房间,房间里的灯忽然闪烁起来。 阿珍听到女儿的叫声开始砸门,害怕的小雪用一个斗柜抵住了房门,但这时身后又传来两下敲门声,小雪回头看,居然是有东西在柜子里敲柜门,接着柜门被推开,落地灯被撞到房间黑了下来,小雪预感到有东西从柜子里出来,他拼命地把门想逃出去,而柜子里真的冒出一个怪物。 这怪物以诡异的姿势朝小雪爬了过去,房门被斗柜抵得死死的,小雪只能打开一条缝,这时候阿珍冲了过来,他从外面拾进几门,门被挤开后小雪赶紧爬了出去,挤进房间的阿珍环顾四周,房间里没有任何异常,但刚才发生的一切绝对有问题,他出来安慰女儿,说自己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 既然怪事都是通过开关门发生的,那咱们就把家里的门卸下来,说着母女俩拆掉了家里所有的房门,并把这些门都抬到了院子里,然后一把火烧成了灰。 想通过这个办法确保怪事不再发生,第二天一早,两人收拾行李,准备飞到外地躲一躲。 没想到恶魔居然给他们装了一个门,门打开后外面诡异地变成了森林,小雪也被一股力量控制着飘了起来,接着就狠狠地砸在了旁边柜子上,换过神的阿珍上去救女儿。 那股力量拖着小雪往森林里去,阿珍赶紧拉住了女儿,她的大体格子这时候发挥了作用。 恶魔居然拖不动她,僵持了一会儿恶魔就放弃了,小雪被阿珍拉了回来,两人这时候在看门口,外面又恢复成了正常的院子。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,两人来到镇上准备求助警察。 谢谢你回来。 Roe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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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